10年 我们这是要去哪儿啊 去哪儿 当然是带你去找你的小川呀 可这个方向明明是 怎么 你很眼熟吗 听说你四年前就是在前面出的车祸 停车 副10年你停车 停车 这就怕了 千万别怕 这条路我走过无数次了 不会出事儿 请问 沈亲那边最近都发生了什么 孙小姐在和傅时年找牟川 找牟川 对 你们也去找一下 找一下那个野种 找到了马上跟我汇报 知道了 沐总 查到一件事情 傅时年就是傅家一直养在国外的私生子 傅清云 也是和秦云西谈了十年恋爱的命运来说 什么 沐川已经被傅时年找到了 她现在正带着沈亲小姐 我四年前的山崖车祸地点失去 请问 回车 你到底是谁 小川 哭什么 再哭可就不漂亮了 我傅时年一向信守承诺 我说过带你去找你儿子 你看 这不是吗 不要 傅时年你要干什么 回来 我要让你亲眼看着小川死在你面前 你到底是谁 你应该很熟悉齐云西这个名字吧 但你应该也知道 她有一个相恋十年并且有婚期的未婚夫 瞧瞧那个人就是我 所以 你是来替芸汐报仇的 你也不可以这么喊她 不愧 不愧 不是我 真的不是我 求求你 放过小川的 她只是个无公的孩子 你替她去死 我去 希望你能放过小川 我愿意 我给你两个选择 你 我把她送回人贩子手里 听她们说 去晚一步 小川的手脚可就都没了 第二 我现在就让她讲 你选吧 不要 看了 我不想你死 我不想你死 我想让你一生都活在悔恨你绝望当中 你去救命 放过小川吧 一切都是神许瑶干的 她才是真正的凶手 请相信我一次 小川 小川 秦圣九你疯了 把他们都放了 秦圣九你是用前段时间刻略一下 把脑子给扛面 你看清楚 她可是神经 我知道 但你心里还有之前被她害死的云霞 我还是不想你 维下 一切都在那里 你的脑子 我只是不想你 女孩 你怎么怎么做 你不想你 你怎么做 我不是想你 好 我 听此一遣 下一次 不会容忍你的 小川 你到车上等妈妈 我给你妈妈说句话 好吗 这是我欠小九的 你刚刚叫我什么 这是我欠小九的 你刚刚叫我什么 那次为防坍塌 我头部受伤 失去了小时候的记忆 现在才全部下去 原来是这样 真行 曾经你是我的妹妹 我的家人 福利院的小九 但芸汐也是我的妹妹 这些年我们发生了太多事情 我们的关系 也注定不可能再毫无基地地 回到从前了 我知道 当年你舍命救我 我可以向你承诺 今后 我帮你照顾武川 他会获得最好的医疗和教育 整个齐家都会护着他 不会让任何人 有机会伤害他的 虽然 当年的初衷不是这样 但是 这样的承诺 尚无法拒绝 沐川 以后就麻烦你多费心 沈玄瑶肯定有问题 他这些年冒领着这份恩情 我一定会追查回来 这则期间 我只能保证齐家不会对你出手 至于别人 我懂 你做这些 我已经很感谢了 沐川 以后就麻烦你多费心了 之前你放心 上车吧 我送你回去 我送你回去 好吗 放心吧 妈妈 小川会听话的 这段时间就把沐川交给我吧 有什么事电话联系 好 小球 照顾好自己 你喜欢妈妈吗 喜欢啊 那你以后会不会喜欢 沐川 有种喜欢 是亲人 不是爱人 你还小 长大就会懂点 嗯 沈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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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沐老师 这么晚了 你是吗 没什么地方 没什么地方 陆归城 你又在发什么疯 我给你打电话 我为什么不接 你不说 我差点忘了 这是你摔的 还请沐总 进行赔查 你不说 我差点忘了 这是你摔的 还请沐总 进行赔查 傅沈青 帮你走了 沐老师不嫌脏了 我和傅沈青的事 再怎么样 也能到你来帮我 他到底帮你怎么了 我说得很清楚了 我和什么样的人来往 都不需要我过 沈青 他爱的人是云西 他接近你有别的目的 我知道 他今天带我去了四年前 车祸现场 我差点死在了 经过这件事情 我想清楚了 陆归城 我真的爱不动 求你放过我吧 你有什么资格 说这句话 沈青 你有爱过我吗 什么还抓着我不放 因为我 因为我 因为什么 你说啊 因为你是杀害我大哥的凶手 是婚内出轨的賤人 还是把我妈推下楼的杀人犯 我怎么可能让你这么亲爱的死 我要慢慢的折磨你 让你胜不回 陆归城 你太让我失望了 他这种恶毒肮脏的贱人 我怎么可能害 是小川出什么事了吗 没有 我记得在孤儿院的时候 你有一条粉钻项链 是吗 对 怎么了吗 现在还在吗 他们说 那是用沈家的钱买的 被袁静跟沈雪瑶抢走了 现在回想起来 你那颗粉钻的色泽和镜头 是你家根本不可能买得起的 什么意思 你怎么突然提起来这就是 沈雪瑶 你外公可能好活着 什么 沈雪瑶 你外公可能好活着 什么 你现在有时间吗 来启家楼下咖啡厅 我们见一面 好 好 这么急找我有事吗 百里玉可能是你外公 百里玉是谁 一位证券的大佬 可为什么 我们先进去说吧 他年轻的时候 曾经因为敌对正老那么坏 把弄丢了最小的女孩 我一定没想到 他将近年轻的时候 我也想起来 他有一个手的女孩 一个手的小银 一样 但是他在当时 如果是时刻的 剩下的她 你想起来 我今天会变成 我昨天你也不知道 不知道要查多久 但现在 十年和沈雪瑶都对你恐视他吧 还有一个不确定的木材 我怕 你坚持不到那边 车祸的案件已经过去四年了 凭借齐家调查 也不知道要查多久 但现在 十年和沈雪瑶都对你恐视他吧 还有一个不确定的木材 我怕 你坚持不到那边 谢谢你 现在泄太早了 我们只有一个选项 就是白李佳 只有他们 能迅速查出当年案件真相 所以我才赌 但如果 但如果 白李佳因为这件事情 忍怒了他们 齐家 会脾行关系 我会逼过你 我明白 我和你去 我不是在帮你 我只是想尽快找到 当年杀害芸汐的真凶 如果 真的是你的话 我也不会 收下留情 我知道 地址我一会发你 没什么事 我就先走了 七少 我能拜托你 帮我查一下我妈 不 秦始阿姨现在的情况吗 好 我知道了 傅太太坐不成了 所以就把目标换成了 其身解除了 所以就把目标换成了其身解除了 请不吝点赞 可以 请不吝点赞